第341章 沈浪头皮发麻 好好又来一个演技派的高手啊 你俩是兄妹 你说给鬼听啊 但是沈浪仔细看了一下 哦真是见鬼了 这两个人还真是有些像啊 面孔不是很像 但是脸骨很像啊 肯定是表兄妹 或者是堂兄妹 引员会在天下四处布局 将女子嫁给了枪王为妃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沈浪得到的资料 这个洛艳是枪王截略楚国的时候 抢到的一个美人 那可能就是引员会做的局 如今再让左伯玉过来 就是为了收这个局 枪王也发现了 行时没怎么发现 但是让洛艳和左伯玉在一起的时候 确实发现轮廓有些相似啊 枪王妃子落宴 是欺欺欺欺欺地哭 今年之前 奴家被大王看中 就来到了枪国 我家父母和兄长到处寻我 找了好几年 终于找到了我 但是又不敢相认 因为当时 我到大王身边的时候 说自己已经没有家人了 兄长为了保护我 也仰慕大王威严 所以就留在您的身边 呕心沥血 然而 盛名不过大王 没有想到 你还是发现了 刘家不敢和兄长相认 但是 就给他绣了一件衣衫 这难道 也有错吗 啊 牛逼 好演技啊 沈浪顿时叹为了官职 这演技起码给九十分 若不是他心中有定论 那只怕他也信了 面骨轮廓相似 很有可能是表兄妹 也有可能是唐兄妹 况且 这是一首情诗 枪王妃子落雁目光 朝着沈浪望来 审过了一丝怨毒 谁说这是情诗了 这明明是我思念家人的诗句 我明明有家人 但是却不能相认 也不能回到父母身边 因为 我已经有了新家 有了所爱的大王 有了孩子 我回不去了 只能死了之后 再和父母相聚 哎呀厉害呀 这个解释也完全说得通啊 只能说汉字太博大精神了 一首诗 怎么解释都可以 可以说是男女之情 也可以说是亲人之情 接着 枪王妃子落雁 时目光含泪 不必耻辱地说 大王 前妻还有一个办法 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后这个女人 猛地就掀开自己的裙子 退下了自己的愁裤 哎呀 好恶毒的女人呢 她就凭这一个动作 想要害死沈浪 因为沈浪和枪王站在一边 左伯玉跪在地上 这个女人当着沈浪的面 露出了自己的大腿和屁股 枪王是一个非常霸道的男人 拥有很强的独占欲 他的女人如果被别的男人看到了屁股 那还了得呀 这也相当于半顶绿帽子呀 但是沈浪反应更快 还没有等他掀起裙子 他就直接背过身去 什么都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女人的歹毒没有得逞 枪王不需要看 他知道洛燕大腿内侧有胎记 三颗红枝 他爱不是嘴呀 这是臣妾的独有胎记 我兄长腿上也有 只不过在左边 然后倒是左伯玉充满屈辱和悲叹地 解下了自己的裤子 露出了右边大腿内侧的三颗痣 形状和落雁几乎是一模一样 也是红色的 沈浪直接断定 这是做出来的 绝对是假的 那三颗根本就不是痣 这种小血流啊 那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做出来 但是枪王不懂啊 他觉得这就是天生的 他觉得两个人有一模一样的胎记 那肯定就是亲兄妹无疑了 当然啦 乡国人的私生活超级乱 所以就算是亲兄妹 也不能证明是清白的 但是至少 左伯玉穿的落雁袖的丝绸小衣 是比较正常的 不能证明两个人有奸情 但是枪王心中还是无法释怀 他已经有了心结了 现在局面陷入了两难 不能证明落雁和左伯玉有奸情 也不能彻底证明二人就是清白的 忽然落雁寒生地说 沈浪公子 我兄长穿着我绣的丝绸小衣 你是如何知道的 当然是有人给我通风报信呢 你以为你们之间的丑事 就没有人发现吗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再问你 苏难派信使传书 说我枪国使臣焚烧越国 神庙导致被杀 都是你的阴谋 是真是假 这个女人要反咬沈浪了 想要将她置于死地了 对 是真的 大王 此人已经认了 他竟敢谋害我江国使臣 请大王将他碎尸万段 枪王脑子依旧充满了脑怒 却又无处发泄 此时听到洛燕的话后 立刻勾起了之前的疑问 一开始他就问沈浪这个问题 沈浪回答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枪国使臣是他害死的 所以枪王暴怒 要杀沈浪的属下沈十三和黄凤 结果被沈浪重礼给挽回了 毕竟枪王贪婪 现在这个话题再一次被勾了起来 枪王冷冷地说 沈浪 你谋害我枪国使臣 找死吗 为什么 你如果不能给我一个解释 那就不要再活着走出去了 沈浪心中破口大骂 这个枪王真是善变的 完全没有底线的 刚刚说过的话 立刻就会反口 那翻脸比狗还快 所以有人说收下枪王 岂不是更好吗 不可能的 这种反复无常的恶狼 是无法收服的 哎呀 弄死他才是唯一的选择 大王 我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想要弄死苏氏家族 然后取而代之 垄断枪国和越国的所有外交 枪王目光一缩 这个理由他能够接受 不过 我和苏氏合作得这么愉快 为何要换呢 大王 苏氏每年能给您的 我金氏也能给 不仅如此 我金氏家族 还能给的更多 每年十万金币 够不够 这话已出 枪王目光一亮 苏氏家族和枪国 每年贸易让利 也就是四五万金币 只有需要求枪王办事的时候 才会一下子给更多 比如 这次要借枪王之手弄死沈浪 而沈浪直接说 愿意给十万金币 每年十万金币 不仅如此 一旦需要枪王帮忙的话 我们出手只会比苏氏更大方 枪王冷笑 我凭什么相信 你金氏家族 我了解的不多 但是比苏氏家族穷多了 大傻 抬进来 大傻又抬进了一只箱子 神浪打开了箱子 而且对着窗户的太阳光方向打开 顿时 一阵明晃晃的光芒 几乎亮瞎了人眼 一面巨大的镜子 足足三米高 一米宽 大傻 您应该知道 这新镜子吧 那是当然知道了 这新的玻璃镜 已经风靡了整个东方了 西域诸国为了得到这些镜子 无数商人分涌而至 请求和天道会合作 天道会一下子就夺回了部分东西贸易的战略主动权 只不过现在每一面镜子都在拍卖会出售 完全是天价 而且至今为止 拍卖的最大镜子也没有超过六尺 眼前的这面镜子 比拍卖会上最大的那一面镜子还要大 枪王妃子落眼尽管对沈浪充满了怨毒 但是啊 她也是女人呢 女人见到这么一面巨大镜子 也是不由得一颤 大王 这镜子便是我金氏家族所制造 现在您相信 我们有取代苏氏家族的能力了吧 枪王望着镜子 露出了一丝贪婪的目光 他直接下令 将金子收下 将沈浪扣押下来 逼迫金氏家族 每年进贡一千面镜子给我 这就是枪王的面目 极度自私 极度贪婪 只有自己是人 别人通通都是猪狗不如 这样的人 一定要想办法害死 但是起码沈浪陷害 枪国使臣 焚烧圣庙一事 就算是这样过去了 洛燕心中惋惜 可惜啊 又让沈浪躲了过去 没能杀掉他 紧接着 枪王的目光再一次 落在了左伯豫身上 他有些相信 左伯豫和洛燕是兄妹 但是却完全不相信 这两个人的清白 是将这个道士赶走 还是杀了 还是不要杀了 毕竟他的医术非常高明 万一以后 他在某个地方 再得了难言之隐的疾病 也可以让他出手救治 还是赶走吧 不要让他在洛燕身边出现 左伯豫很显然看出了 枪王的意思 立刻就跪了下来 颤抖地说道 大王 您赶走我不要紧 但是万一 王族之中再有人得了天花 该怎么办呢 到时候 谁来救治他们呢 这个倒是很奸华呀 口口声声说 王族得了天花 该怎么办 乡国的百姓 他是不会去救治的 因为他知道治不好 王族的血脉比较强悍 免疫力也强 卫生条件也好 扛过天花发作 不死的概率要高一些 哎 我来治 他本来就是来拯救枪国的 成为枪国救世主 彻底消灭天花疫情的 只有这样 他才能借机谋杀 枪王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四十二章 道士左伯玉寒生地说 整个天下就只有我能治于天花 凭什么让大王相信你能治啊 大王啊 为了王族的安危 为了您的安危 请您留下我吧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响起了一阵惊恐的声音 大王 不好了 三王子阿鲁汉出道 感染了天花了 紧接着 又一个人跪在外面喊道 大王 不不不不不 不好了 公主也发斗 得了天花 这话一出啊 那枪王阿鲁刚面色俱变 他的两个小儿子得了天花 刚刚治愈 如今又有两个感染上了 第三子阿鲁汉长得最像他 是他最疼爱的儿子呀 公主阿鲁娜娜就不用说了 完全是他的掌上明珠啊 如果失去了第三子和女儿 那对枪王完全是追心之痛啊 左伯玉说 大王 这神浪不是口口声声说 自己能够制一天花吗 那就让他证明给您看 三王子阿鲁汉交给我来制 公主殿下由神浪来制 我有神药 能够让三王子的天花 一夜之间痊愈 但是这神药 仅剩下这一副了 喂妈呀 好深的套路啊 顿时神浪就懂了 这左伯玉比的想象中 更加卑鄙啊 本来他还猜测 所谓治好枪国小王子 只是给他喂下麻药 就是麻醉药物 让他昏睡过去 然后靠自己的体质 扛过天花而自愈 没有想到 这小王子的天花 所幸就是假的呀 完全是他和洛艳 合谋伪造出来的水痘 仅仅只是皮肤之毒 精心制造出的天花症状而已 所以左伯玉 才能要到病除 变成神医了 而且他已经说过了 这神药难得呀 只能救出王族 至于平民 那就管不了了 这么深的套路 枪王当然上大了呀 留下左伯玉 就好像多了一条命 如今天花肆虐 除了太子阿鲁泰之外 谁都有感染的危险 因为太子阿鲁泰 小时候得过天花痊愈了 所以现在脸上有麻子 现在左伯玉和洛艳的阴谋 已经非常明白了 所谓清国三王子阿鲁汉 那得天花是假的 也是左伯玉伪造出来的皮肤之毒 只是症状看上去 和天花一模一样而已 但是公主阿鲁娜娜的天花 却是真的 有人触心积虑地让她感染上 很显然她的归来 挡住了某些人的路 现在左伯玉让神浪 去治阿鲁娜娜公主 她自己去治三王子阿鲁汉 结果当然很明了了 明日三王子阿鲁汉就会痊愈 而阿鲁娜娜公主 起码要等很久 才能度过这一劫难 甚至有很大概率死掉 此时大傻在后面忽然说 阿鲁娜 快救我媳妇 快救我媳妇 然后她猛地转身跑了出去 王宫之外 已经建成了两间隔离房 不久之前刚刚建成的 因为当时两个小王子 感染了天花 彻底封闭的隔离间 每一块木板都几乎是严丝合风 连窗户都没有 因为病人不能见风 襄王三王子阿鲁汉 躺在左边的隔离房内 阿鲁娜的公主 躺在右边的隔离间 中间只有一堵墙 阿鲁娜娜的脸上 果然已经有了天花的痘群了 这就是几个小时内冒出来的 沈浪一眼就认出 这就是天花 她被人陷害了 快出去 快出去 阿鲁娜娜见到大傻 立刻大声吼道 相亲时 她看不上大傻 但是心中还是亲近的 她毕竟是她的师弟嘛 哎呀 而且大傻一点都不讨厌 不像某些小白脸 大傻直接冲到阿鲁娜娜面前 抓住她的手 媳妇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阿傻很厉害的 一定能救你 你疯了 阿鲁娜娜真是呆了呀 她被发现感染了天花之后 所有人都避之如同蛇蝎 包括她的母亲和父亲 而大傻非但不害怕 反而还握住了她的手 这天花传染性可是很强的呀 唾液和呼吸都能传染 更别说直接是身体接触了 媳妇 你别怕 你别怕 大傻是一边哭 一边说 顿时间阿鲁娜娜的内心 真的有点颤抖了 感觉到了无比的温暖 她非常要强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根本就不需要男人 看看师父 她需要男人吗 不需要 那我鲁鲁 也不需要 但是 当她发现自己得了天花的时候 真是充满了惶恐 她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勇敢 她也怕死 而且当所有人都远离她的时候 她更是感觉到了孤独无助 此时 大傻出现在她身边 握住了她的手 她顿时觉得大傻好高大呀 自己瞬间安全了下来 实际上 大傻是不会被传染的 因为沈浪早就给她中过牛痘了 隔离间之外 道士佐伯玉说 沈浪 我治三王子阿鲁汉 你治公主阿鲁娜娜 大王 我愿意立下军令庄 若是明日一早 我能治好三王子阿鲁汉 请您把我留下 保护王族 若是明日 我不能治好三王子阿鲁汉 您就将我千刀万剐 碎尸万段 你确定要这样吗 我愿意立军令庄 然后他咬破手指 写下了军令庄 若是明日治好了阿鲁汉王子 那就证明沈浪就没有必要留下了 请大王将他处置 说吧 道士佐伯玉一脸慷慨 勇敢地迈入了三王子阿鲁汉的房间之内 所有人露出了钦佩的目光 但是沈浪却没有进入阿鲁娜娜公主的隔离间 沈浪 你不是说你会治天花吗 为何还不去为娜娜治疗 天色已经晚了 不是凉晨几日 明日再治 这话一出 佐伯玉放声大笑 大王您听啊 这沈浪根本就不会治疗天花 他连公主的房间都不敢进去 你等着吧 明日一早 我就为您治好三王子阿鲁汉 到时候请您杀了沈浪此贼 湘王指着沈浪 我给过你机会了 若佐伯玉一夜之间治好了阿鲁汉 明天我就杀你 然后湘王离去 他的妃子洛艳望着沈浪低声地说 沈浪 明日你死定了 沈浪没有说话 只是吩咐 黄凤你是女人比较方便 进入阿鲁娜的公主房间照料 黄凤一个 是 沈浪又低声地说 夜里冷 记得生火盆 然后他无声无息地说了一段话 完全是口形 只有黄凤一个人看到而已 黄凤低声地说 是 三王子阿鲁汉的隔离间内 房间紧闭 他已经被麻药伞给药倒了 整个人会昏睡到明日 什么都不会知道 倒是 左伯玉拿出了自己所谓的神药 其实就是药膏 涂抹在三王子的痘群上 这压根就不是什么天花 而是精心伪造出来的皮疹而已 用的是一种植物和毒虫的混合枝叶 如今整个枪国都在闹天花 而且 这皮疹痘子和天花症状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 所有人看到了 都以为是天花 这就是左伯玉神医的秘密啊 果然 他准备的药膏抹在三王子的水痘群上 仅仅两个时辰后 阿鲁汉脸上身上的水痘群 就渐渐地消了下去 明日一早 就会全部消失 到时候 左伯玉就会上演一夜之间 治愈天花的神迹了 到那个时候啊 枪王就算是有心结 也只能把他留在身边了 因为他能够保住王族之命啊 至于阿鲁娜娜公主那边的真天花 就说神药只剩下一副了 需要时间来配 然后来推脱好了 神浪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明日一早 三王子阿鲁汉痊愈 我创造奇迹 神浪 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这个隔离间 真是爹们的难受啊 但是 左伯玉是不准备离开的 一直守到天亮 免得出现什么意外 就在此时 外面忽然 一个女生响起 是洛艳的心腹侍女 她说了什么呢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43章 左爷 神浪忽然连夜求见大王 怕是有什么阴谋 您赶紧过去看看 洛艳为何不去 大王刚刚宠信过主人 他 他动弹不得 左伯玉心中愤怒 看了一眼三王子 此时他脸上的水痘群 已经差不多全退了 应该无视了 然后 他离开了隔离间 朝着外面守护的几个武士说 你们守住三王子 任何人不得靠近 这个隔离间十尺之内 是 几十名武士 拔出刀剑 拔手隔离房周围 毫无懈怠 倒是 左伯玉 匆匆地朝着王公走去 沈浪 你又想用什么招式来害我呀 没用的 你不要再挣扎了 明日一早 三王子阿鲁汉就会痊愈 我就会成为治疗天花的神人 而你沈浪就死定了 然而 左伯玉刚刚离开不久 从隔离房间 探出过一个非常细小的管子 里面源源不断地冒出了一氧化碳 于是 这个三王子阿鲁汉 在昏睡中 不知不觉地死去 黄凤 沈十三 跟着沈浪学会了很多杀人术 一氧化碳只是青龙的一种 这是绝对封闭的隔离间 墙壁的每一块木板 都是严丝合缝 就算有缝级 也是非常细微的 哪怕沈浪这铁皮管非常扁 非常细 也很难插进去 阿鲁娜娜公主得得真是天花 所以简直是痛苦不堪 骑养男人 根本就睡不着觉 一直到喝下了沈浪的麻醉伞后 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而大傻一直握住她的手 呆呆地坐在那里 不过就算她见到黄蜂在做什么 她也不会出声的 因为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媳妇身上 媳妇真好看的 她脸上长了那么多的天花豆子 还是那么好看 我一定会让二傻治好你的 两个隔离间只隔了一层板壁 黄蜂找到了一道稍稍大一些的缝隙 然后用火盆烤 那木板刚刚发下来不久 所以还是湿的 被火一烤就萎缩了 中间的缝隙就变大了 然后黄蜂就把火盆彻底的盖岩湿了 氧气不够 木炭燃烧就不充分 就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 通过管子源源不断地进入隔壁房间内 确保了输入足够的一氧化碳 足够让枪国三王子阿罗汉死了之后 黄蜂收回了管子 用水浸透被撑开的木头缝隙 吸薄了水之后 木头膨胀 那个缝隙再次愈合了起来 再用工具压平 一切毫无破绽 甚至大傻从头到尾都没有转过身来 媳妇 我一定会让二傻治好你的 这是她的想法 引元会道士 左伯玉得意 而又交集 得意是沈浪很快就要死了 交集是因为他心虚啊 确实如沈浪所料 枪王劫掠西域的时候 蹂躏了一个绝美的西域女子 然后下面染了病 不知命 但是又烂又痒 可把枪王给吓坏了 他又不懂医学 觉得再这样烂下去 自己就有生命危险了 至少会变成太监 而这个时候 左伯玉出现了 拯救了他的人生和幸福 然而这一切都是引元会的安排 枪王得病也是引元会的阴谋 左伯玉的计划是步步升级的 先治好枪王下面的脏饼 然后治好两个小王子的天花 接着最后用一副神药 治好了三王子阿鲁汉的天花 接下来的神来之笔是什么呀 枪王阿鲁刚 很快也会得到所谓的天花了 不是明天 就是后天 左伯玉倒是 是枪王的大夫 每天给他治疗下面 最容易下某种某些炮疹之类的毒了 而且和三王子阿鲁汉的水痘炮疹还不一样 三王子只是皮肤表面的问题 很容易就治好了 左伯玉给枪王殿下的炮疹之毒是非常猛烈的 从人体上取出的活体病毒 引元会是非常强大的组织 对各个方面研究的都很先进 潜伏期结束之后 病毒就会遍布全身 无数的炮疹和水痘就会爆发出来 非常狂暴 非常可怕 给人的感觉就是最凶猛的天花 而且至少需要几天几夜才能治好痊愈 左伯玉提前说神药已经用完了 而枪王爆发了最可怕的天花 那结果会怎么样啊 为了活命 枪王当然会答应左伯玉的某些要求 成为引元会手中的一把锋利战刀 所以左伯玉的阴谋很大 至于洛宴嘛 确实是引元会派来的卧底 但是枪王即将爆发最猛烈假天花的秘密 他也不知道 只有左伯玉一个人知晓 这种秘密越少人知道越好 向王你最猛烈的假天花赶紧爆发吧 这样我就能够成为你的救世主了 就能对你予取予求了 不过还是要先杀掉沈浪啊 这个孽初若是活着 容易妨碍他左伯玉的计划 沈浪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阿鲁汉和阿鲁娜娜的天花爆发的太巧合了 偏偏左伯玉要被赶走的时候 这两个人的天花就爆发了 就好像专门为了挽救左伯玉而爆发的一般 但是沈浪细想之后 发现这里面有阴谋 因为不管是真假天花的炮枕和水痘 都需要提前感染 都有潜伏期的 左伯玉又不知道沈浪又来害他 所以阿鲁汉的假天花 阿鲁娜娜的真天花 都是左伯玉预谋已久的 最关键的是 左伯玉已经治好了两个小王子所谓的天花 完全证明了自己是神医 为何还要多此一举 再次上演治好三王子的奇迹呢 而且还要用阿鲁娜娜的真天花作为陪陈 关键是他刻意强调了好几次 最后一只神药 于是沈浪 沈浪有一个大胆而又合理的推测 左伯玉的最终目标是枪王 之前治好了枪王下面的难言之隐 仅仅只是为了取得信任 获得晋升之皆 而且那并只是痛苦 不会死人的 但是天花是会死人的呀 尤其是猛烈型的天花 几乎百分之百致死 到时候枪王若发作一种 看起来非常可怕的天花 仿佛必死无疑的样子 关键是那个时候左伯玉的神药已经用完了 那时他可以提出 这种神药的材料只有某某组织才有 为了活命 枪王应该怎么办 当然了 只能答应隐员会提出的要求 哪怕是非常不合理的要求 当然这一切只是沈浪的推断 但是他觉得距离真相已经很接近了 他确实是天生的阴谋者 哪怕是左伯玉的阴谋 还真的没有真正展开 就已经被他秀出了破绽 王宫之内 沈浪正在疯狂地进禅眼 枪王 作为未来的合作伙伴 我必须揭发一个阴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您在西域节律还没有完成 就匆匆回到枪国 应该是得了某种难言之隐的病 对吗 沈浪问这话的时候 目光紧盯着枪王 为何他能推断出来啊 因为一直到现在为止 枪王都本能地去挠下面 而且 他让沈氏在花钱收买枪王宫内的奴仆 得知枪王已经一两个月 没有禁女色了 一直到几天之前才开戒 有人或许会说啊 那关于枪王近一两个月 没有禁女色的消息 是那么容易买的吗 对 就是这么容易买到啊 越国这样的严密的大国 都能从太尼那里买到消息 买到宫内的预保 更别说枪国这种野蛮之地了 枪王没有回答 但是沈浪已经得到了答案 他继续说 然后左伯玉出现 拯救了您的幸福生活 我听说过 您对女人已经非常挑剔了 而且也非常小心 就算劫略来的女子 您也要派人检查很多遍才享用 但是为何这次在西域 却那么急不可耐呢 湘王目光陷入了回忆 却依旧没有说话 因为那个女子太美了 美到让人炫目啊 关键 她的打扮很像是一个女人 湘王那梦中情人 雪隐大宗师 当然 仅仅只是打扮啊 气质差得很远 绝美的容貌和身姿 也有差距 但是那个女子 看起来真的很纯洁 完全想象不到 会有脏病 而且她也是处子啊 所以枪王迫不及待的 就蹂躏了她 然后她染病了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来 四十四张 我现在严重怀疑 您在西域染病 也是左伯玉的阴谋 她潜伏到您身边 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她和妃子洛艳 应该是有了勾结 枪王顿时陷入了 绝对的多疑中 然后她冷冷地说 你来到我的身边 难道就没有阴谋吗 当然有了 我早就跟您说过了 我来枪国 就是为了灭苏氏家族 做梦吧 枪王心中暗说 此时 左伯玉匆匆忙忙地 就冲了进来 大王 神浪不管说什么谗言 您都不要信 他已经是 已经是临死之前的挣扎了 倒是左伯玉 直接跪在了枪王的面前 神浪冷笑 是不是 近谗言 你自己心里清楚 大王 距离天亮 距离天亮只有两个时辰了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我能不能在一夜之间 制好天花 明日一早 就能见分晓 而神浪呢 他现在连公主的隔离房间 都没有进去过 他不但不会治 而且还害怕自己被染病 他说的都是假话 枪王一听 这话也很有道理 神浪口口声声说 会治天花 为何还不去治啊 甚至连娜娜的隔离房 也不敢进 大王 我才是王族唯一的希望 只有我在 就算是王族 其他成员得了天花 我也能救 两个小王子 就是最好的例子 明日三王子阿鲁汉 也能证明 我是天下唯一 能治天花的神医 这话已经隐隐带着警告了 大王啊 如今枪国的天花 爆发了这么严重 您难道就不担心 自己也会染上病吗 到时候若是没有了我 谁来救您呢 我已经证明过 自己的神医能力了 而神浪到现在为止 完全是空口白牙 您如果听信了 他谗言而怀疑我 岂不是断绝了 自己的后路吗 向王一听 果然是非常有道理啊 万一自己染上天花 怎么办呢 还是左伯玉比较靠谱一些 毕竟他已经有过 治疗成功的例子了 顿时 枪王怒斥 来人 把神浪给我扔出去 两名武士上前 直接抓着神浪猛外托 房间内就剩下了 枪王和左伯玉二人 枪王忽然说 今日刑防猛虑了一些 下面竟然还有一些痒 有一些红肿 你来看看 然后 他直接拽下裤子 左伯玉是提灯仔细检查 他不由地想 到底是枪王的幻觉 还是体内的毒要发作了 最可怕狂暴的假天花 要发作了呢 检查之后 左庭玉说 大王放心 您的命根没有问题 只不过之前完全是退皮心掌 所以比较脆弱 再加上您又太勇猛 所以稍稍有些磨损 才会觉得疼痛和麻痒 完全没有问题 只不过在那方面 您稍稍克制一些 向王高兴地提上了裤子 反正也快天亮了 就索性不要睡 本王带你去参观宝库 左伯玉无语了 已经参观很多次了 因为枪王特别喜欢显摆 大王 不管是显摆 还是收买人心 您能不能用其他套路啊 接下来 枪王兴致勃勃地 带着左伯玉参观了保护 尤其是沈浪刚送的 三尺匪罪雕像 倒是左伯玉见了 也是嘖嘖称奇啊 不过他话音一转 大王 明日一早结果揭晓了之后 若是能证明我一夜之间 能治好三王子的天花 那沈浪是杀还是不杀呀 枪王皱眉 他毕竟答应过 神女学隐的呀 而且沈浪一直在送他礼物 扣押着他 岂不是能够源源不断地 讹诈金氏家族 但是左伯玉能够治疗天花 又不好含了他的心 于是枪王说 嗯 这样如何 我们不杀他 但是打断他的手脚 并且将他囚禁在铁笼里面 砍断他的一只手 送去金氏家族 让他们花钱赎买 如何呀 而且就算金氏家族 掏再多钱 你也不可能放掉他 对 就这样 怀必其罪 就是这个道理 枪王一旦显摆自己的保护 那就没完没了 很快两个时辰过去了 左伯玉那忍不住了 大王 天亮了 时辰到了 早晨 太阳已经升起 枪王倒是左伯玉审浪 整个枪国王族近百人 都站在了枪王宫的大门口 因为结果又再一次的要揭晓了 之前左伯玉 制好了两个小王子的天花 但是却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这一次 他竟然要一夜之间 制好三王子阿鲁汉的天花 究竟能不能上演奇迹 如果再一次成功的话 那左伯玉就成为了真正的神医 整个枪国王族 再也不用担心天花的威胁了 所以 乡国王族几乎所有成员 全部到场见证这一幕 洛宴仿佛是为了避嫌 不是因为昨夜受伤太重 所以躺在窗上没有来 倒是左伯玉大声喊道 他马上就要迎来 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光 大王 诸位王妃 诸位王子 接下来这就是见证七级的时刻 我左伯玉不但能够治疗天花 而且一夜之间就能治好 尽管最后一副神药已经用完了 但是很快 我就会去配新的神药 乡国王族再也不用承受天花死亡的威胁了 而这个越国的神浪呢 他不但害死了乡国的勇士 还吹嘘说自己会治疗天花 结果到现在连公主的房间都不敢进 所以他完全在撒谎 我昨天立下了金领状 若是我能够成功一夜治好三王子的天花 就杀掉神浪 那王此话可还算数啊 那枪王一恶呀 昨夜明明答应好的 左伯玉当然觉得杀掉神浪才能彻底放心 否则只要他活着就是夜长猛多 而且枪王最猛烈的贾天花已经要爆发了 很快就是枪王求他了 他的畏惧之心已经淡化了很多 枪王随意地点了点头 左伯玉大声地喊 诸位王子 等一下结果一揭晓 三王子若一夜之间痊愈 你们就立刻杀了神浪 好 剩下几个千国王子大声喊道 已经三个兄弟感染了天花了 他们也充满了不安 此时尤其需要巴结神医做伯玉 听到他的话后 立刻将手握在宝剑上 只要阿鲁汉痊愈 他们就立刻冲上去斩杀神浪 而房间里面的大傻做好了一切准备 一旦神浪有了危险 他就立刻冲出来相救 阿鲁娜娜公主也醒了 妄想大傻的目光 已经充满了温柔 佐伯玉益盯着神浪 得意地冷笑 小畜生 你死定了 跟我斗 你还是太嫩了 神浪此时还真的有些佩服这个道士了 确实是一个厉害人物啊 差一点就成功了 差一点点 他就要掌握轻盲了 只不过 你遇到了浪爷我 算你倒霉 神浪不由地说 左道长啊 如果您没有治好三王子阿鲁汉呢 左道长那是心中冷笑 怎么可能呢 昨天晚上三王子脸上的水痘已经退了下去 我现在只不过等他麻醉伞效果退去醒来而已 于是 左伯玉朗生地喊 我已经立下军令庄 若是不能治好三王子阿鲁汉 我就死在大王面前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神浪 我看你怎么死 开门 迎接三王子阿鲁汉痊愈 左伯玉猛地一声令下 顿时 守在外面的吴士 小心翼翼地上前打开门 从昨夜到现在 这几十个吴士 守卫这两间隔离房 一步都没有离开 打开门之后 那个吴士小心翼翼地叹了一眼 顿时吓了一跳 因为 三王子脸上出现了诡异的潮红 浑身湿漉漉的 不仅如此 嘴角还带着可怕的微笑 看上去 仿佛是一个死人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 亲血 第345章 左伯玉在外面喊道 三王子 该醒了 出来吧 麻醉伞的效果 应该已经过去了呀 里面的阿鲁汉 没有任何反应 左伯玉又喊 三王子 出来吧 声音又大了一些 但是里面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开门的这个吴士 颤抖地说 大王 三王子 好像 好像已经死了 这话一出 枪王猛的震颤 枪王妃 苏莫猛的一抖 左伯玉惊声 这 不可能 怎么可能啊 然后 他猛地冲了进去 顿时 见到了一个诡异的尸体 浑身潮红 脸上仿佛还露着微笑 早就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顿时 左伯玉仿佛被雷击了一般 整个人几乎要参倒在地 这 这怎么可能 昨天晚上 阿鲁汉明明已经好了呀 而且 他只是区区水痘 泡沉而已呀 那 怎么会死啊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外面 枪王怒道 左伯玉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王 三王子真的死了 神浪尖叫 哎 左伯玉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把三王子给治死了 你昨天可是立过军令状的 现在 你可以死了 那 左伯玉 全身僵硬啊 一下子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反应 头脑一阵阵昏旋 眼前一阵阵发黑 这中间究竟出现了什么变故啊 此时 神浪在外面喊 妖道 左伯玉 你治死了三王子 赶紧出来受死 此时 倒是左伯玉反应了过来 指着神浪 是你 是你 肯定是你动的手脚 是你害死了三王子 神浪惊声 哎 大王饶命啊 大王 那个冤冤冤冤冤啊 我昨天晚一步都没有靠近这两间隔离房啊 所有人都可以证明啊 没错 神浪确实没有靠近过 就连枪王也可以证明 我难道有百步之外取人性命之本事 说到啥 你也太抬举我了 那就是你身边的人 大个子和那个女人 这就是这两个人杀了三王子 这话一出 房间的阿鲁娜娜怒了 大傻这么好的人 这么善良的人 你竟敢冤枉他 他猛地冲了出来 满脸都是天花水痘 顿时所有人吓了一跳 后退好几步 唯恐被他传染上 阿鲁娜娜走到了左伯玉的面前 憨声地说 我昨夜就在隔壁 若有人去杀了阿鲁汉 我能不知道吗 就是你致死了他 就是你致死了他 发Q 左伯玉是大声地喊叫 大王 一切都是阴谋 他们陷害我呀 阿鲁娜娜猛地抄起大傻的铁棍 冷笑着说 你既然立下了军令状 那你就狗带吧 阿鲁娜娜猛地铁棍猛地刺下 瞬间穿透了左伯玉的身躯 将他钉在了地上 心脏刺穿 瞬间暴毙 这个引元会的道士 好不容易有了出来建功立业的机会 好不容易就要迎来了人生的辉煌巅峰 就这么戈然而止 啊不是 是戈然而止 死了 神浪闭上了眼睛 啊太爽了 不需要自己动手 丑人就死了 你以为我哭啊 不可能 左导长 你都来不及 上我的丑人名单 你便死了 你这也太快了 你啊 我的敌人中 就算鱼放 起码还撑了一天才死 你连一天你都没有撑到啊 接下来 你的成果 就由我来享用了 无敌 无敌是多么寂寞 无敌是多么的空虚啊 阿鲁娜娜重新回到了隔离房间 大傻依旧陪着她 一遍又一遍的安慰着她 二傻一定会治好你的 所有枪国王族陷入了惶恐 左伯玉神医的神话 竟然是假的 竟然治死了阿鲁汉 那之前这两个小王子的 治愈是怎么回事呢 大王 那两个小王子实际上 是靠自己的运气撑过去的 而且他们得的是温和性的天花 治愈的概率很大 这左伯玉就是贪天之功 而一旦得了狂暴性的天花 那几乎是百分之百必死的 对于这一天花 相望也是有所了解 温和性的天花 出的水痘少一些 而狂暴性的天花就很吓人了 全身都是密密麻麻的水痘 如同鬼一般可怕 必死无疑的 神了 你口口声声说 你能够治疗天花 到底是真还是假 当然是真的啦 左伯玉死了 事实证明 我才是唯一能够治愈天花之人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 赶紧去治娜娜 我当然会去治娜娜公主 而且我还会拯救 清国万民 但是在此之前 我有一个条件 向王面孔一抽出 说 请您随随便便 写一份认罪书 让您的使臣 送往越国 向国军赔罪 这话一出 枪王暴怒 左伯玉死了 沈浪你竟敢讹诈我 你竟敢欺我 暴怒之下的枪王 忍不住又伸手去挠了一下 下面确实是比较痒 不过左伯玉说了 是昨日刑防用力过猛 来人 将沈浪给我 关进铁笼子里面 当成奴隶一般 锁起来 是 然后沈浪被几个 千国武士锁上了铁链 关进了囚笼里面 和众多的奴隶 关押在一起 枪王还生威胁 近日太阳落山之前 若不来请罪 并且乖乖地去治兵 就拔掉你的舌头 撒光你的牙齿 我说到就做到 囚龙之内的沈浪 却悠哉悠哉 快了呀 枪王所谓的狂暴性的天花 就快要发作了 已经有了隐藏症状了 阿鲁钢 我就等着你来哀求我救命了 然后被我 欲取欲求了 真的天花我沈浪支不了 但是枪王你即将爆发的 假天花 我是能治的呀 原本沈浪有自己的计划 但是没有想到 你原会已经有了完整的布置 弄死佐伯玉 你们的成果 我确实不公了 事情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顺利呀 哦 枪王的妃子 洛艳听到佐伯玉 倒是被杀 他顿时完全惊呆了 然后泪水狂涌而出 就如同沈浪所猜测的那样 他和佐伯玉 从小就是汤兄妹 与舒婷玉 也是汤姐弟 只不过舒婷玉是嫡系 佐伯玉是洛艳的树系 就如同在大家族中 嫡系的地位高高在上 树系的地位显得尴尬 所以佐伯玉 就去了影员会的炼金部门 学习了艺术读术等等 而洛艳更惨 被派到了枪王身边 成为了他的女人之一 他和佐伯玉 在好几年前就有了私情 如今只是旧情复然而已 他知道的秘密不多的 而且也没有明确的指令 就只是潜伏在枪王身边配合 这几年他何止是不快了呀 简直就是痛不欲生啊 这枪王根本就是一个禽兽 其他君主的宫中 那些女子争心恐后 想要君主进入自己的房间侍寝 比如越国的宁远县 他的那些妃子的才能啊 简直就是八心过海 各显神通 渴望着国君来自己房间 那那那眼睛都快狂掉了 甚至啊 去巴结国君身边的宦官 但是在枪国 这些妃子对侍寝 完全充满了无限的恐惧 每一次都伤痕累累 痛不欲生 这十年来 枪王抢来的女人 至少死了好几个了已经 洛燕已经觉得自己人生凄惨 完全见不到希望 如同身处地狱之中 而就在这个时候 左伯玉来了 瞬间旧汉风干露 她的人生重新充满了希望和光芒 左伯玉答应一定要将她带走 脱离枯海 而现在她的爱人左伯玉 竟然死了 她强忍着疼痛 冲到了枪王宫之中 在枪王面前跪了下来 颤抖地说 大王 一定是神浪谋杀了 三王子阿鲁汉 是他害死我兄长左伯玉 请大王做主啊 枪王恼怒 你受伤了 就好好地躺着 洛燕心中愤怒 我受伤还不是你害的 襄国太子阿鲁泰 迈着浑厚的步伐进入了王宫 这几天 他一直在外面 处理天花疫情 说白了 就是将所有得了天花的人杀了 只不过越杀越多呀 最后只能彻底隔离 再也不敢杀了 再这样杀下去的话 襄国的几分之一的人口 都要被杀绝了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第346章 再杀下去啊 那就快灭绝了 而且天花的蔓延 愈演愈烈 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几乎整个枪国 都被笼罩在死亡的气氛之中 无数枪人都已经绝望了 而这个时候 连雪山神庙都无计可施 他们苦苦哀求的天神 并没有能够挽救他们的命运 于是很多人说 这是因为枪人这些年制造的杀虐太重了 所以才会遭到报应 枪国太子也很高 大约一米九左右 没有枪王那么高 也没有阿鲁娜娜公主那么高 他也不是长子 枪王太子得了天花死了 如今阿鲁太的枪国太子之位 稳如泰山 因为他已经得过天花 不会再得了 父王今天又死了三千人 阿鲁太说 枪王心脏猛的一抽 枪窝才多少人呢 区区几十万而已呀 这每天死几千 用不了几个月就死完了 之前死的都是老弱 现在轻壮也开始成片成片地死去 我们的骑兵已经开始死人了 完全挡不住 枪王头疼 之前每隔几年也爆发天花 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啊 边上的洛燕说 一定是神浪害的 他最擅长害人了 他之前就一次性害死了海盗王 求天为了几万人 一定是他的阴谋 父王 这样下去不行啊 就算我们千国人不死完 死一半也成熟不了啊 大王 这神浪不是号称会这天花吗 就让他给娜娜治 三天之内治不好 就代表他撒谎 就 此女对神浪还真是恨意冲天呢 想方设法的 要将他害死 太子阿鲁泰说 父王 我倒是也听说过神浪有计分本事 不如让他试试看 他竟敢给本王提条件 让我向越国国君写认罪书 简直就是招死 太子阿鲁泰暴怒 还生他说 竟然有此事 我现在就去拔掉他的舌头 斩断他的一只手 他表现得比那枪王还要愤怒 因为他必须要有这样种态度 父如此死吗 强王摆了摆手 左伯玉死了 别管是真还是假 但是沈浪口口声声说 他能够治疗天花 若是这个人再死了 那就没有指望了 但是 想让他向越国写认罪书 完全是痴人说梦 强王杀人无数 这些年来想打谁就打谁 那讹诈完越王之后 又讹诈楚王 威风八面霸气重天 现在竟然让我写认罪书 真是找死 若非局势特殊 我早就将沈浪剁碎喂狗了 强王私生地说 我已经说过了 天黑之前 他若不跪下来认错 将自己说的话吞回去 那我就拔掉他的舌头 斩断他的一只手 然后让他乖乖地 去给娜娜治疗 我哥哥左伯玉 三天之内 治好了我们的小儿子 沈浪若三日之内治不好 就代表着他是骗子 就代表着他欺瞒大王 就该被碎尸万段 太阳落山的时候 若他不请罪 不乖乖地给妹妹治病 我亲自动手 拔掉他的舌头 强王有些疲倦 头脑也有些昏沉 不知道是不是 昨晚一夜 没怎么睡的缘故 但是他之前 经过几天几夜 没怎么睡觉 一点事情都没有啊 我先睡一觉 等太阳落山的时候 你就将神浪给抓来 是 周围窗户关闭 大门关闭 所有的烛光 全部熄灭 枪王阿鲁刚 独自一人 坐在大殿宝座上 闭目睡觉 片刻之后 响起了雷鸣一般的呼噜声 这片囚龙是专门关押奴隶的 简直是臭气熏天呢 不过还好 这群人因为始终被关押着 所以没有和外面有太多的接触 也没有传染天花 但是简直这里就是人间地狱啊 神浪单独的一个囚龙 而这些奴隶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囚龙里面 连站到地方都没有 更别说是躺下了 每天缺一小时 甚至连水都喝不够 这些人里面有越国的 有楚国的 还有西域的 枪人每一次出去截掠 都要抓来大量的奴隶 男人去挖矿 活活累死 女人就作为繁衍生育的工具 总之 不管男女都惨不忍睹 这个时候就能看得出 大阎王朝的优越性了 虽然那边的政治很复杂 甚至谈得上是黑暗 但是起码不会毫无秩序 不会地狱一般 枪国每一次抓来奴隶 起码要死掉三分之二 沈浪听到很多越国奴隶说话的声音 会游的就问 你们是越国哪里的 黄都城 万山郡 白亵郡 沈浪听到这些地名 会游的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些都是越国境内区域 在苏氏家族封地的东边 因为苏氏的外交效果斐然 所以近年来枪国没有入境截掠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越国奴隶啊 你们是怎么被抓来的呀 被谁抓来的呀 沈浪就问 大盗三眼邪 对 大盗三眼邪 每一年大盗三眼邪 就会到处地劫掠抓人 一次几百上千人 然后将我们卖给呛过 沈浪听到这些话 几乎要气炸了 浑身发抖 这里面有惊人的黑幕啊 此事这么大 应该闹到天上去了 大盗三眼邪 每年都要劫掠几百上千人 这是天大的案子呀 但是国都毫无听说 根本没有人谈起 镇远军 天西行省的官员 都在遮盖子 天大的黑幕 那沈浪用脚趾刀都能想出来 所谓的大盗三眼邪 完全是苏氏圈养的盗匪 为了政治平定 为了让枪国不入境截掠 苏氏就自己假扮盗匪 截掠越国子民 当成奴隶送给了枪王 你们不要来抢 我自己送上门去 哦 难怪这几年枪国都不来截掠了 苏氏家族该死 万山郡太守该死 镇远郡太守该死 白叶军太守也该死 甚至那个西行省的嘟嘟也该死 苏那你这个老贼 你简直是毫无底线呢 老乡 你们是种田的 还是做什么的 我们是种田的 后来田没了 就进入了工坊做事 就进入了矿场挖矿 然后就被三眼邪给抓了 卖到了呛锅来了 这手段层层递进 非常老练的 先让这群人离开村庄 离开田地 离开周围市野 然后再用假扮的盗匪 将他们接走 送给枪王做奴隶 这些人可都是越国无辜的子民 来枪国做奴隶 几年之内必死无疑 世间丑恶 无过于此 整个天西行省官场 都在做掩护 苏难老贼 就活该被千刀万剐 苏氏家族 就该被王族灭种 还有枪王 人间禽兽 苏难哪 苏难哪 你为了家族富贵 你为了跪舔枪王 简直是毫无人性 毫无底线 不仅如此 苏氏家族 对整个天西行省官场的掌控 完全超过了 神浪的想象之外 太阳落山 一个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神浪的面前 他就是枪国太子 阿鲁太 没有枪王那么高 但也雄壮无比 浑身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论武功 他仅仅在枪王之下 阿罗那大公主 都不见得是他对手 因为他的老师 先是枪王 然后是雪山神庙的 一个顶级枪者 湖海大祭师 这是一个极其神秘之人 平时很少露面 只待在雪山之巅的庙宇之内 越国人 就是你要让我父亲 写任罪说的 阿鲁太不屑地说 此时 旁边的笼子里面的奴隶说 大人 给我一口水喝吧 我要渴死了 要渴死了 阿鲁太目光一寒 上前举起那个铁笼子 猛地往地上一砸 接着再举起 又猛地往地上一砸 此人真是天生神力 这铁笼子加上里面 十几个人 只怕有两千多斤重 他竟然就这样给举起来了 这样的神力 真是罕见 连砸了几下之后 铁笼子里的十几个奴隶 浑身伤痕累累 心血淋漓 谁还要喝谁 所有的奴隶战战兢兢 再也不敢说一句话了 乡国人就是这样对待奴隶的 完全当成了猪狗 还不如啊 将沈浪拉出来 押去王宫 阿鲁太下令 顺时 两个武士将沈浪带出了囚笼 朝着王宫走去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 后期制作 千雪 第三百四十七章 枪王要睡觉 所以窗户都紧闭 大门也关上 所有的烛火都熄灭了 整个大殿一片漆黑 枪王依旧坐在大殿的宝座上睡觉 发出了如雷一般的憨声 枪国太子阿鲁太带着沈浪进来了 但是完全不敢吵醒枪王 而是静静地待在外面等候 此时 洛燕又赶了过来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弄死沈浪 这枪王武功太强了 就算没有人出声 但是有人站在边上 他很快就醒了过来 父王 沈浪已经带过来了 太阳下山了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沈浪你跪下向我认罪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治疗阿鲁娜娜 证明你自己的能力 洛燕在边上说 若三天不能治愈阿鲁娜娜的天花 又就是撒谎欺骗大王 就该随时万段 下规 认罪 否则 你就要受到惩罚了 他此时真不想惩罚沈浪 毕竟对方可能是唯一会治天花的 但是枪王的威严 绝对不能有损 阿鲁太猛地拔出匕首 只要枪王一声令下 他就动手割断沈浪的舌头 斩断他的一只手 回想 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天火就黑漆漆的 父王 我这就动手惩罚对你不敬的人 沈浪 从今以后 你可以不用说话了 因为你的舌头要被割掉了 然后他拿着匕首 朝着沈浪走了过来 而就在此时 忽然有人一声惊呼 阿 阿 那个女仆人指着枪王的面孔 刚才黑暗之中看不见 此时点燃了灯火 见到枪王简直如同魔鬼一般 阿鲁太也惊呆了 洛燕也惊呆了 甚至他们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 只见枪王全身上下 密密麻麻都是水泡 千所未见 完全是爆炸性的 比任何天花的水痘都要密集 都要多 都要恐怖 此时枪王看上去 仿佛鬼一样 枪王大惊 点火点火 随着一声声令下 无数仆人战战兢兢地点燃了所有的蜡烛 顿时整个大殿是灯火通明 枪王从王座上下来 冲到了大镜子面前一看 我声声地吓了一大跳啊 这里面是人还是鬼呀 全身被密密麻麻的水泡覆盖 这 这就是最猛烈的天花 这就是世人传说中必死无疑的天花 哪怕再强大的武士 得了这种天花 也是必死无疑 当然了 只有闪浪心中最清楚吗 这根本就不是天花 而是一种极强的炮枕病毒 是左伯玉提前植入枪王体内的毒 此时发作了 真是很猛烈啊 视觉效果真是很惊人啊 枪王是魂飞魄散 他很勇敢 贪婪霸道 但是他也最怕死 周围所有人的命啊 他都视为草芥 但是他自己的命 却无比真实 之前截略西域 下面染了小毛病 他就赶紧提前结束了截略 返回了枪国治疗 越自私之人 越怕死 枪王顿时陷入了 无边无际的恐慌之中 我难道要死了吗 不 不 我还有无数的美人 我还有无数的财富 我舍不得死 我不能死 就算天下人都死绝了 我枪王也不能死 我还要去截略 我还要去柔恋女人 我还要去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和权势 我这样的英雄豪杰 应该不会死 谁会指点话 左伯玉 左伯玉 快让他过来 枪王惶恐之下 那想到的还是左伯玉 但是他很快记起来了 左伯玉已经死了 紧接着 他觉得头痛欲裂 干呕 浑身发热 高烧不退 这些症状几乎和天花是一模一样 而且来势是如此凶猛 此时 他想到了神浪 神浪 你不是会治天花吗 你赶紧给我治 你给我治 那枪王大吼 大王 我当然会治天花了 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治 而且我准备的东西 只能配一副神药 只能救一个人 却必有神效 这话有些耳熟啊 给我 还配药给我 向王此时再也顾不得女儿阿鲁娜娜的死活了 我敢保证 一个时辰就见消 一天就会痊愈一半 三天就差不多消退 十天就彻底痊愈 没有任何的性谬之危 百分之百之好 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 甚至连麻子都不会有 此时 那神浪仿佛电线杆的那个神医附体 别废话了 快给我治 你听到没有 那枪王抱吼啊 刚才刚睡醒的时候还好 现在一暴躁 顿时觉得欺痒男人 想要我为您治 非常简单 答应我两个条件 枪王一饿呀 怎么又两个条件了呢 啊 别急嘛 因为接下来会变成三个条件的 条件会越来越多的 说 第一 这洛燕和左伯玉有奸情 而左伯玉已经死了 这个女人千方百计的要害死我 有她活着 我盲刺在背 就算给您治疗 我发挥也不好 所以请您将她杀了 我才能完全发挥出我的水平 为您治疗 这话已出 落眼惊呼 骗子 你就是一个骗子 大王 赶紧杀了他 沈浪根本不会治疗天花 天花根本就是治不好的 沈浪是想要害你 救他 救他 沈浪淡淡淡说 我这个人就在这里啊 如果我治不好大王 就直接将我碎尸万段好了 我治好过很多人 求妖儿你知道吗 天下奇症 无人能认出是什么病 结果被我治好了 宁罗公主中毒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无人能治 结果被我治好了 宁燕公主 每日剧毒发作 生不如死 天下无人能治 其就是我治好了 沈浪这些话 真是好有说服力啊 这落眼 只不过是您抢来的一个女人 而且已经睡腻了 关键是您已经有心结了 他和左伯玉 确实不干不敬 只要您杀了他 我才能心如旁骛啊 那落眼跪下 大王 一夜夫妻百日恩哪 这沈浪是要害您 万万不要相信 万万不要啊 您赶紧杀了他 杀了沈浪这个孽畜 强王望着跪在地上的落眼 还声地说 你是在怕我的天花吗 躲得这么远 我身上染了天花 是不是和你有关系 和左伯玉有关系 是不是你们在害我 然后他猛地上前 抓住了落眼的脖子 猛地一扭 此女 兴嚣欲远 然后 强王朝着沈浪说 现在 你可以为本王治疗了吧 嗯 还不行还不行 你还要什么 请您写一份认罪书 让使臣用最快的速度 送往越国国都 做梦 做梦 强王暴怒 太子阿鲁泰也是大声地说 父王 这简直就是对您的耻辱 我现在就挖掉他一只眼睛 我看他敢不敢再提非分的要求 看他不乖乖地问您治疗 说吧 阿鲁泰的匕首再一次抽出来 朝着沈浪走来 大王 您的太子 想要您死啊 他千方百计 不想让我问您治疗啊 这无耻啊 这话无耻之极的诛心谗言啊 这话一出 相亡目光如电 朝着阿鲁泰射去 沈浪你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呀 自己死了之后 那阿鲁泰就是新的枪王了呀 而且他得过天花呀 不会再得呀 滚出去 枪王怒吼 顿时 枪国的太子阿鲁泰飞快地跑了出去 枪王啊 不要再拖延了 是性命重要 还是颜面重要啊 你果真能够治我的狂暴天花 如果治不好 我会将你随时万段 一个时辰见成效 一天就消退大半 保证神迹 我是天下唯一的神医 枪王望着沈浪 咬牙切齿 但是他说的对 比起颜面 性命更重要得多呀 我答应你 这个认罪书 我写 我写 但是今天晚上 我见不到治疗效果 我一定让你后悔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 枪王拿起纸 在丝绸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武枪国武士 焚烧贵族圣庙 错了 这就是枪王的认罪书了 已经是极致了 他态度还从来 没有这么谦卑过呢 自从成为枪王以来 他也没有认过错 一是两分 接下来 盖上了枪王大印 沈浪拿出了牛皮纸信封 将这份认罪书 放进了里面 然后用了蜡印封好 最后装入越国 准备好的小匣子里 贴上了封条 盖上了蜡印 这认罪书 就算是成了 沈浪 你给我记住 如果你治不好我 你就等着被碎石万段 这份认罪书 永远也别想离开枪国 送到越国之主的手中 我懂 请大王前往一个洁净的房间 我要正式为您治疗 狂暴性的天花了 一个干净到极致的房间内 点燃了几十根烛火 沈浪还拿出了几十面镜子 将烛火反光 顿时 整个房间是先毫必先 接着沈浪拿起来尼克草 也就是烟草了 开始焚烧 并且用石灰粉 在地上画了一个太极图 在墙壁上贴了几个符纹 有用吗 屁又没有啊 但是要仪式感呢 要让人一看 那就觉得高大上啊 左伯玉干活就是太操了 我浪爷才是高明的骗子呀 整个房间除了枪王之外 还有太子 以及一些武功很高 面孔阴冷的老太监 枪国这种野蛮小郭 竟然也有太监 而且看起来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 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枪国大夫 就是那种超级草衣那种 若是他们牛逼 哪有左伯玉什么事啊 这两个枪国大夫治病 就只会两种办法 挑大婶和放血 放血是从西域学来的高级艺术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已经那得过天花的人 并且存活下来 所以不怕被传染 天刀神浪这一番布置 众人顿时觉得神秘而又高大上 不愧是神医呀 看起来就很了不起的样子 香国太子鼻子用力地嗅了嗅 然后朝着烟草焚烧的地方靠近了一些 此人已经有不小的烟瘾了 只不过还不懂得吸 就只会闻 放心 浪爷很快教你打开新世界大门 让你成为异世界的第一个烟鬼 枪王扒得干干净净 犹豫了一下 沈浪还是把关键的部位给盖住了 不是怕枪王羞耻 是怕在场其他人羞耻 包括他几几个 毕竟浪爷才十八呀 此时枪王已经非常痛苦难耐了 发烧很厉害 并且有强烈的呕吐感 关键是起痒难忍 沈浪拿出神药 大王 向他喝下吧 阿鲁泰还生地说 万一你在药里下毒呢 沈浪二话不说 直接倒了一勺子 然后一眼而下 接着静静等待 看沈浪有没有毒发身亡 这仅仅只是沈浪配的麻醉仔而已 怎么可能有毒呢 只不过喝下去之后啊 有些晕乎便是了 尽管沈浪只喝了一丁点 足足一刻钟后 沈浪说 大王 可以了吗 湘王点了点头 大王 该喝药了 湘王一饿 这句话不是多此一举吗 然后一眼而下 浪爷配的这麻醉伞 可比那左伯玉牛逼多了 而且还有特殊的成分 不但能够麻醉 还能够止痛 湘王喝下去之后不久 顿时感觉身上的疼痛俱痒 渐渐的消失了 厉害呀 竟然真的有效啊 紧接着 湘王竟然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想要睡觉的同时 心旷神仪 当然了 心旷神仪是因为里面有鹰素奶 沈浪也喝了一点点 不过没有关系 这本身就是药用的 神浪无比真实地拿出了一个精致绝伦的瓶子 金香玉 用这么珍贵的瓶子装的药 肯定是神药啊 湘王此刻身上爆发的水痘和披疹 非常惊人 但是终究没有脱离人体炮疹病毒 只不过 左伯玉在湘王体内喂下了几副虎狼之药 疯狂地积累失毒 所以这一发作才显得特别可怕 但是治疗起来非常简单啊 放在现代 用阿希洛伟 卢干石洗剂 那就可以了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可没有阿希洛伟 但是中药的方子也很多 蛇丹汤配方 加上板栏根就有奇效 另外 沈浪配置的中药膏啊 也有奇效 好吧 说得更直接一些 枪王根本不需要救治 你躺着躺几天就能好了 只不过沈浪用药会好得更快一些 而且也显著一些 沈浪无比真实地咬出了一些药膏 先放在舌头上舔了一口 表示无毒 过了半个钟后 戴上了丝绸手套 将药膏一点点涂抹在枪王身上 密密麻麻的水洞上 一将昏睡的枪王忍不住地叹息出声 舒服 太舒服了 沈浪果然厉害呀 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能不舒服吗 那里面有薄荷冰片的 清清凉凉 不要太爽 有效 有效 有气效 枪王嘴里念着 然后沉沉睡了过去 你出来 湘国太子朝着沈浪低声地说 沈浪跟着他走了出去 在大殿上 湘国太子说 沈先生 这些治了天花的神药 真的只有最后一副了吗 沈浪点了点头 湘国太子说 那无数感染了天花的普通人 就不能治了吗 沈浪发现 此时阿鲁太和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在枪王面前 这个阿鲁太充满了暴力和杀戮 而此时的阿鲁太却显得冷静 此人和他爹不太一样啊 沈浪拿出一根烟 用火石点燃 然后美美地吸了一口 枪太子不由于饿 沈浪递过去一根 他摇了摇头 哎呀 骂了个大袋的呀 一个个都这么多疑 连我递过去的烟都不敢抽 就好像我会害你一样 好吧 我确实会害你 沈浪自顾自的就吸着烟 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烟圈 看上去逼额仿佛很高的样子 当然了 其实这个身体是很排斥烟的 但是没有办法呀 为了让眼前这个枪太子上瘾 他只能以身作则了 枪太子嗅了一口 发现沈浪这个尼克草 很不一样啊 非常的香 他本身就是有瘾的人啊 便专心地吸起了浪爷的二手烟 竟然也吸得是津津油味了起来 其他人得了天花 虽然这不好 但是却可以防御 可一 香国大概有八分之一的人得了天花了吧 已经感染的人听天由命 但是剩下没有感染的天花的人群都可以防御 让他们永远不会感染天花 香国太子颤抖地说 沈公子的意思是 您有办法让香国永远脱离天花的威胁 他不得不激动啊 天花对于香国来说完全如同死神一般的存在 每隔一年就会爆发一次 每一次都会收割无数生命 不管你是奴隶还是王族 在可怕的天花面前都是公平的 阿鲁泰的兄长还有几个兄弟 都是得了天花而死的 对 我能够将枪国彻底从天花中解救出来 行不行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找几个没有得过天花的奴隶交给我 让我给他们种下防御育苗 然后把他们丢到天花病人人群中 如果他们没有感染到天花 那就证明我说的是真的 我能够给他们体内种下神药育苗 让他们永远不感染天花 如果我做不到 你们可以将我脑袋砍掉 千国太子顿时时功身败下 如果这样 千国上下将永远也不会忘记沈公子的大恩大德 沈浪不由得一恶呀 刚才你喊打喊杀的 而且又是要割舌头的 又要跺脚又跺手 千国太子愧疚 在父王面前 我必须要做出一副暴躁的样子 让沈公子见笑了 沈浪不由得看了他一眼 这个太子不简单呐 比他爹还要厉害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四十九章 先知好枪王再说 若先生能够给我枪国万民种下神药育苗 永远不再受到天花威胁 既是家族 就是我们枪国最好的朋友 那我家能够取苏氏而代之 成为你枪国在越国的唯一伙伴吗 枪国太子犹豫片刻 完全取代很难 有些话 我不好讲 他的意思 现在毕竟是父王在位 他也表示出 一旦我上位了 那就什么都好谈了 上天有好胜之德 我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 无数枪国民众死去 我愿意拯救枪国脱离天花死神 但是 我有两个条件 请讲 第一 囚龙里面那些越国的奴隶 就作为第一批我种植育苗之人 然后这批人 我要带回越国 可以 只不过上天的奴隶而已嘛 又不算太值钱 第二 请你们用最快速度 在枪国地面上 建设一个圣庙 这就是最好的越国条件了 也是审浪初始枪国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 让枪王写下认罪书 并且派遣使臣前往越国国都认罪 这个任务啊 已经算是完成了 第二个任务 在枪国地面上建设圣庙 枪人烧我越国圣庙 其实大如 有为国家尊严 怎么挽回呢 要么呀 出兵灭掉枪国 这个暂时是很难的 还做不到 而且啊 代价太大了 那么在枪国建设圣庙 让圣人的官辉 笼罩 满足土地上 这才是最高明的法子 能够挽回整个东方文明的颜面 只要审浪完成这两个条件呢 岳父大人就可以册封宣武后 怒朝城也会正式地册封给金氏家族 国君亲口答应的 但是枪国太子听到这个话后 不由得猛的一跳 整个枪国就只有一个信仰啊 那就是天神 供奉的是雪山神庙 那么沈浪竟然说 在枪国土地上建造一个圣庙 那怎么可能啊 枪国太子犹豫 比起拯救枪国万民 建造一个圣庙对于我来说 并不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但是整个枪国民众都信仰天神 容不下第二个神 若在枪国土地上建造圣庙 轻则会被烧掉 重则有人造反作乱 不要说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就算我答应 父王也答应 枪国万民还是不可能答应 这件事做不到 谁赖了都做不到 太子说的是实话 这关系到枪国信仰 王族确实答应了也没有用 这就仿佛中世纪的欧洲 你让某个国王该信佛 这怎么可能啊 因为国王都是教皇加冕的 你敢改信仰 你不怕整个欧洲的十字军来灭你吗 沈浪说 那么请太子在皇宫之外 百不远处的空地上盖一所大房子可以吗 不写圣庙 里面也不做雕塑 我用来给枪国万民种植天花一苗 接着 沈浪强硬地说 这个条件 若是不答应的话 那拯救枪国一时 就不要再谈了 枪国太子想了一会儿 然后点头 嗯 这件事情 我会禀报给父王 应该可以 湘王这一觉睡得真美呀 整整睡了六七个时辰 醒来之后是精神奕奕 蒙得起身 前面就是一面大镜子 他看得是清清楚楚 自己身上密密麻麻的水泡 竟然已经削去了三分之一了 比起昨天恐怖的模样 已经好了很多了 而且也没有齐痒难忍了 他顿时狂喜 好 好 好 他用力地拍了拍沈浪的肩膀 果然是沈医 果然是沈药 这么猛烈的天花 竟然这么快的 就要被治好了 哎 大王莫及啊 要彻底痊愈 还需要十天左右 湘王大笑 哈哈哈哈 已经很了不起了 太子阿鲁泰 还有老太监 以及两个蛮医 也觉得沈浪太厉害了 狂暴性天花呀 蔽死无疑的 沈浪竟然真的就给治好了 真是神医呀 神乎奇迹呀 太厉害了 紧接着 湘王一阵摇晃 本王为何觉得 是那么的浑血 而且浑身很热 高烧好像更厉害了 蛮衣上前小心翼翼的摸了一下枪王的额头 果然发烧得很厉害呀 能不厉害吗 人体炮枕病毒的其中一个特征 那就是高烧 大王 我这个神药呢 正在您的体内和天花战斗 战斗的越猛烈 高烧就越厉害 这个道理在场的 千国医生有些懂 所以啊 这个高烧不大爱事的 不会影响天花治疗 不过高烧的太厉害的话 怎么 可能会引起脑部疾病 失明耳聋之类的 这是常识 很多人发高烧 直接脑子傻了 或者眼睛看不见了 枪王惊怒 那怎么可以呀 赶紧给我推烧 给我推烧 枪王大声地喊 推烧的法子倒是简单啊 枪国的两位大夫应该知道 放血 两个枪国大夫 异口通声地说 他们也就会放血了 那就有劳二位了 然后 两个枪国大夫 就要给枪王放血 沈浪表现得非常谦让 丝毫没有要争夺功劳的意思 但是放血根本 治不了发烧啊 两个枪国大夫 放了两次血 一天时间过去了 高烧依旧不退 枪王大怒 沈浪欲言又止 怎么了 他们的放血方式不对 用到的工具也不对 想要降温的放血 一定要用千年含铁的针管才行 我靠你真能忽悠啊 不过听上去好有道理啊 千年含铁对高烧 听上去就相克的呀 接着 沈浪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 用铁皮卷成的针管 非常的惊喜的 沈浪主动给枪国太子和枪王检查 为了表示无毒 他先把那个针泡在水中 然后将水喝下 然后又用这个针管呢 滑破自己的手背流血 依旧没有毒 枪王和太子老太监两个 枪国医生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用人体测试了十几遍 这针管完全没有问题 确实冰凉凉的 妈大大 现在天气还那么冷 能不凉凉吗 沈浪 你给本王放血吧 沈浪拿出了一包药 用水泡开 自己先喝下了四分之一 验明了无毒 然后递给了枪王 大王 在放血的同时 要配上我的汤药 其实这一药汤是降温的关键呢 里面有大量的消炎中药 这次枪王直接接过了一口喝下 因为沈浪已经喝过了 验明无毒了 接下来 沈浪用这根千金含铁的针管 为枪王放血 我得搞乖乖啊 真有效啊 枪王很快就觉得 好舒服啊 那种懒洋洋的舒适感 那又上来了 没错 又是婴素奶的作用 沈浪在枪王身上四处地方放血 顺便把针管里面的四个 微乎其微的清化物 剧毒物 那个小球球 就种入了枪王体内 这些空心小球已经极其精致了 直径不超过一毫米 每一个里面 只有微乎其微的清化物 这个小球呢 沈浪是制造不出来的 是玄武伯爵府一个工匠大师 制造出来的 对于这个古代的手艺人 并非是难题 在大米上作为一雕 在盒头上雕琢一艘船上面 每一个人物 那都是活灵活现的 这都是我们古代手艺人的绝活 一毫米的空心小球 比起上面这些 那就简单的多了 沈浪曾经用这个法子 害过秋12 不过关键时刻心软 终究没有杀他 现在重新用在枪王身上 不过情况稍稍的 有些不一样的是 当时沈浪打算 用磁爆粉末 加上全二回身真气 迸发几列这些 剧毒清化物 而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 正常情况下 里面的剧毒 根本不会泄露出来 但是这些小球 可是会生锈的呀 血液里面有水 有氧气 最适合生锈了 这么薄的一层铁皮 不到0.1毫米 用不了多久 就会彻底的锈穿 沈浪做过八次实验 平均时间两个月不到 就会彻底锈穿了 而一旦锈穿 里面的情化物 就会泄露出来 枪王就会彻底暴毙 神仙难救 至于说这个情化物 哪里来的呀 不好详细解释 总之是从大量的 苦性人里提取出来的 过程对于沈浪来说 并不难 这是世界上最毒的植物 一丁点就可以毒死几十个人 之前就说过了 枪王一定要死 但是不能现在死 枪王现在若死 沈浪也活不了了 而且未来两个月左右死 才是对沈浪灭苏 是最最有利的 再而且呢 沈浪谋杀枪王 这不仅仅用一套法子 还有备用法子 也早已经布置了下去了 亲爱的朋友们 做清雪 第三百五十章 经过沈浪的放血治疗后 仅仅几个时辰 枪王的高烧 就退下去了不少 他顿时大喜 沈浪 你真是神医 神医呀 果然了不起 果然了不起 又过了两天 枪王身体的表面的无数水痘 已经消失了八成 他此时对沈浪真是膜拜了 真是厉害呀 狂暴性 天花都能治好 而且沈浪还发现了一个喜事 枪王和太子都开始歇烟了 尤其是枪国太子 几乎是完全停不下来 神浪 反而是假行星 大王 您现在身体还没有痊愈呢 最好不要吸烟 这尼可草 不是对身体有益吗 是有益 而且也能提神 行脑 但是外衣和我的神药相冲呢 为了以防万一 您还是十天之后再抽吧 自己的天花被治好了 但是外面的天花是愈演愈烈 每天感染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死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自己的命保住了 就该关心枪国的命运了 神浪 你的神药已经用在了我的身上了 但是你确定 可以给枪国万民种植什么育苗 就能够让他们永远不会感染天花吗 是 这可是能够挽救枪国的命运呢 你的条件是在枪国土地上建造一个大庙 让你来给枪国子民种苗玉 对 不是苗玉 是玉苗 为了拯救万民 为了让我枪国永远摆脱天花死神的威胁 这个庙盖了 终于 神浪第一次得以离开皇宫 在枪国武士的监视下 住进了使团住地 也就是距离皇宫外的一栋房子内 院子内 神浪回到自己的房间 就要大睡一觉 但是 刚刚进入房间 顿时就闻到了一股香味 一股特殊的香味 不仅如此 这股香味几天之前 刚刚进入枪国的时候 他就闻到了 阿鲁娜娜公主的老师 排名前列的大宗师 天下局势美人 神女学隐 不是神隐啊 而且他好像不对劲啊 心跳很快 呼吸急促 用X光一看 身体温度很高 神浪正要点燃烛光 神女学隐颤抖地说 神公子 不要点蜡烛 不要看我 神仙姑姑 你怎么了 你是得了天花了吗 神浪焦急地问 这呼吸 这身体的高温 有点像天花呀 神女学隐 对他可有救命之恩的 从刚刚开始进入枪国 他就开始保护 神浪和大傻 之后他又和枪王见面 确保枪王不会杀神浪 最关键的是 神浪紧紧听到他的声音 就觉得无比亲近 不是天花 你等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了 好 神浪乖乖答应 因为对方的声音 仿佛有一种 让人不舍得抗拒的温柔力量 然后他坐在黑暗之中 片刻之后 空气中的香气更加浓烈了 真像是美酒一般 让人迷醉 但是神女学隐传来的声音 越来越痛苦 尽管他拼命地压制住 但是还是痛苦地无法抑制 他仿佛在承受着一种苦楚 这种苦楚 甚至超过大靠公主的 渗结石发作的时候 算了 在神女学隐面前 神浪几乎都不忍用大靠这种词语 还是回越国之后再用吧 神仙姑姑不容易亵渎 总之呢 此时学隐在承受着 比圣洁石还要可怕的苦楚 神浪甚至觉得 整个地面都在颤抖 他不挣扎 不喊叫 整个身体在颤抖 全身的真气在颤抖 所以导致地面也颤抖 神浪终于忍不住了 冲上前去握住学隐的手 顿时仿佛摸到了一块冰 又仿佛摸到了一块玉 柔软却无比的冰凉 滑腻又无比的芳香 真是奇怪啊 他明明发巴高烧 那手却如此冰冷 不要 会伤到你 然后他飞快地松开了神浪的手 抓住了旁边的一块石头 砰的一声吹响 坚硬的石头活生生地被捏碎了 这可是整个越国排名前列的大宗师啊 难怪他松开了神浪的手 这股力量若是捏在了神浪的手上 只怕瞬间就成泥了 竟然将石头给捏碎了 可见他承受的痛苦是何等的惊人 快好了快好了 沈公子 你不要怕 快好了 都这个时候了 神女学隐还在温柔地安慰沈浪 而沈浪是心脏微颤 仿佛和他感同身受 这个女人 他甚至没有真正见过面 却又如此亲近 整整半个小时后 一切痛苦结束了 神女学隐 常常地呼出了一口气 而这一口气 如同刚刚打开的 绝妙香水瓶子 酝酿很久的香味 飘散开来了 让人仿佛永远不舍地离去 好了 你点灯吧 沈浪点燃了烛火 然后看到了一个无比曼妙的身影 如同神仙中人 但是他却蒙着面纱 沈浪不由地一饿 我的脸冻住了 没有表情 怕吓住人才蒙住的 稍稍犹豫片刻 他解开面纱让沈浪看了眼 顿时周围仿佛鲜花盛开 明明是黑夜 却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亮了起来 这是一张绝世的面孔 但确实被冻住了 就仿佛艺术大师的雕像一般 能够雕琢出真人无法企及的美丽 而且也充满了灵动 但是他就仿佛一个被冻起来的冰美人 永远被定格在某个绝美的瞬间 免得你被吓住 我蒙起来了 他说话的时候 嘴唇都是不动的 真的像寒冰雕琢的御人 但是他的声音和气质 却又无比的温暖柔和 您这是 中毒 几年前中的毒 最近发作了 无解 我能看看吗 好 雪隐伸出了御手 如冰如玉 如雪如葱 沈浪心把脉 然后用X光透视眼 我能切开您的一个手指 滴出几滴血吗 雪隐伸出了仙仙御指 然后一到牲口 无声无息出现 流出了阴红之血 好厉害呀 然而从这个血液中 沈浪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扫描他的全身 没有重金属 没有任何累赘之物 哎呀 扫描他的大脑 没有任何义务 扫描他的血液 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也没有发现任何毒 沈浪几乎第一次 那被难住了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他是一个神医 宁罗公主被下了迁毒 别人使不出 他一眼就断定了 求妖儿重金属之毒 别人使不出 他同样一眼看出 宁燕公主的身结石 别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病 沈浪不仅判断正确 而且直接治愈 然而现在 他却被难住了 他看不出来血液 得的是什么病 也看不出来 他中了什么毒 根本就找不到一点点线索 但是 他是不会放弃的 谁给您下的毒啊 浮屠山 浮屠山 这又是个什么鬼组织 他和天涯海阁齐鸣 在大延帝国西部 哦 这么一说 神浪了然了 那么这个浮屠山 也是天下五道圣地之一了 哦 天涯海阁 很操难的吗 我清楚啊 里面每一个人都很有才 说话也很好听 很有散的 浮屠山和天涯海阁齐鸣 为何会给您下毒啊 气质不一样 哦 沈浪懂了 金庸大师小说中 东邪西毒南地北盖 中神通王重阳 这五大宗师虽然齐名 但是气质也不一样的 南地一登 很高尚 而西毒洋风 那就偏向邪恶了 他们为何要给您下毒啊 我杀过他们的人 啊 这浮屠山那么牛逼 神仙姑姑你都能杀掉他们的人 你也好厉害呀 或者说你太厉害了 此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